好我們骨頭軸向也設定完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把我們的骨頭改成 顯示把它改掉 改成比較方便我們調動作的顯示 因為像這樣嘛你看骨頭就在infront顯示在畫面中其實遮擋住我們模型很多 其實不太方便我們觀察我們的動態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調整 好我們先創建一個collection 叫命名叫CBS 我把它寫一下好了 ntr control control bone shape 這是我拿來控制骨頭的模型 好我們進到object mode 創建一個circle mesh 好我們這個模型的樣子這個shape就可以是顯示成我們骨頭的樣式 好我們接著object mode object mode我們之前都在這裡viewport display 我們再切到單根骨頭的display 我們這裡viewport display 選擇custom object 我們選擇我們現在這個circle 我們選到骨頭 這根這根骨頭 有沒有 這一個他這裡有一個skill 所以其實我們的骨頭大小其實不太影響 我們這裡 不是骨頭大小我們的控制器大小其實不太影響 我們這裡都可以來做調整 好我們這裡像0.7然後我們這裡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控這個軸向我們要把它 骨頭軸向控制器我會顯示把它顯示成往後 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軸向跟世界軸向是一樣 所以我們這樣創建完的控制器就不用再重新旋轉位置 好我們這裡我們也可以回到我們原來的 控制器 進到ed mode 進到原來控制器的ed mode 我們還可以調整它的樣式 這樣的話其實我們控制器都會一起更改 選取 這樣因為我們那個root我們要拿來控制整體方向位置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這樣的顯示 那這樣我們控制器顯示都可以改 就是一樣 我們把這個Circle改成 transform transform 好 好這裡我們就可以先把它隱藏起來 再來我們還有哪些地方會需要控制器呢 叫我們的 上下的 的控制器 像這裡 我們這裡要方便選取我們來創建一個 創建成方形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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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顯示成面嗎 可是在 blender 在blender裡面 其實它可以把面都刪掉 我們把面選起來 A 我們按X 我們只要 only face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把面刪掉保持現 我們把剩下的全部選起來 scale 縮小 好這樣 放大一點 好這樣子我們可以用這個形狀拿來 控制這命名我們叫做stretch的控制 stretch的控制 好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post mode 可以選擇我們的盒子 成為我們的控制器 下面這個骨頭也可以 也是 錯了 stretch的控制器 我們這大小可以稍微做調整 edit mode skill 這樣比較方便我們做調整 我們可以把這個控制器件隱藏起來 再來還有什麼地方會需要控制呢 像我們中間的center的位移 center的位移也是 一樣是位移的控制 所以我們這裡 這根骨頭我們一樣選擇transform的這一個 然後我們大小小一點 1.2 1.1 我們可以夠我們選取的狀態就好 做一些區隔 再來是我們這裡有一個旋轉的 我們這顆蛋要旋轉的控制器 好這裡我們來創建一個新的 Ctrl Ctrl A 我們創建一個circle 然後 因為 這個蛋的旋轉是有三個走向嘛 所以我們這裡就去顯示 我們把這個的控制器 A ship D 我們複製一個 rotation x y g 然後我們rotation x 轉90度 再ship D rotation z 90度 好 這就是我們 轉一旋轉的這個控制器 好 我們旋轉的這個就用這個來當控制器 rotation rotation 選擇 pulse mode 選擇我們的旋轉的控制器 然後這裡我們放大一點 一旦大一點 這樣方便我們的旋轉 三 好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來控制 我們這個位移 因為他們兩個會有點重疊嗎 我們這個把它改大一點 好 這裡我們又可以把我們這個關起來 就是我們的控制器的部分 好 關於剩下的這一根骨頭 我們stretch的這根骨頭 其實我們這裡現在是用不到了 我們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害起來 這個部分我們下一張也來講